在本届第七次定期会上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教学十年以上的代课老师 想必能力都很好 因此建议县府 对教学十年以上的代课老师 能举办对内招考 并以加分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现议员吴国昌表示 南风国小最近重新新建校舍 却卡到占用民地四百多平的问题 如果这块土地没有影响新建校舍的话 县府就应该归还 他希望这个问题要尽速解决处理 不要再拖延 南风国小卡到新建 那么其中有卡到占用民地四百多平 那么没有影响 这个土地你没有用嘛 要不要还给人家 其实现在就少主化了 应该要更正建得起 是比较不可能 尤其南风国小 那也是一个比较偏僵 偏远地区 这一个问题我希望处长你重视 责承我们的陈校长 看要如何跟我们这个地主 关键我们做一个解决 总是要改冠也没问题 不要再拖好不好 在定期会上 县议员曾正言 关心学校代课老师的权益 胡国昌议员则因 南风国小校舍 占用民地 为民发声 都建议县府 能重视问题并处理 记者陈建豪 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他在设议会采访报道 至于